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天,新年快乐啊! 昨晚各大卫视都举办了跨年晚会,各位女明星已开启了新年的第一场礼服PK战,新年第一套礼服穿什么最吸引眼球。 今年跨年晚会上最出彩的女明星其实是李宇春,她的亮套中国红造型简直太抢眼了。 别说表演了,光这两件衣服就来头不想,果然时尚还是李宇春时尚啊! 这件红色的皮质中山装来自Alexander Wayne,是设计师本人,为了李宇春的跨年演出专门定制的,李宇春也是今年跨年晚会中,唯一一个穿定着礼服的女明星。 这件皮质中山装将中国元素和时尚感融合得特别好,还玩了下一世宗搭配了一双黑色过西靴,美酷美酷的。 第二套红色造型来自Belme 2018早秋系列,12月4日才刚发布,李宇春就上身了,是整个系列的全九首穿,也是所以女明星中的最新款。 红色的两片连衣裙,小短裙露出大长腿,搭配了黑色腰带和靴子呼应,难得的秀了一把好身材。 李宇春还戴了一顶黑色两片真纸帽,整个人都闪闪闪。 所以,比衣服,比时尚,今年,李宇春绝对力量其他女明星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李宇春圈粉了,从此深入其中,无法自拔,李宇春时尚也成为一个让人往沉默级的代名词,不怕任何人的争议,做自己。 走在时尚前沿的女人就是不一样。 好了,大家对开年的第一场时尚还满意吗? 你们觉得春春造型怎么样? 平,我们一起聊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拍摄了。